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你的寿源将近 命不久矣 杀了我 你也得死 你说敢消遣本座 现在就得死 世上 延续寿源的灵丹妙药不是没有 可惜呀 你找不到 我也找不到 不过嘛 有比灵丹妙药更好的东西 只要你把它吃了 别说是天灾寿源 就是长生不老 也未尝不可 是什么 得道圣僧 好你个妖道 竟想借我之手去杀得道圣僧 所谓的得道圣僧 也不过是人的躯壳 哪有什么延年益寿 长生不老之说 若是罗汉转世呢 莫非 你说的是那位游走世间 人称滇僧的道祭和尚 正是 世人传言 这道祭和尚乃是罗汉转世 但法力高深 曾有妖王被他降服 国王卿虽有万年道啊 但与那妖王 也不过是伯仲之间 若是平时嘛 就罢了 不过在下掐算 明日此时天苟时月 届时煞气冲天 他的法力会大减 此掌彼消 莫非 陶道友 还顶不过他 本仙师自有办法将他引出来 陶道友 我们人世间有句俗话 叫做人不畏己 天租地秘 陶道友 难道你真的愿意 寿缘殆尽 身语道消 也不愿意赌一把 只要你用妖丹把它炼化 那可是千载的手缘 千载手缘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封面 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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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